中国台湾网7月20日讯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,到内年底县市长选战开打,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赴市议会施政报告时, 遭蓝营市议员戴希辛,问到市长连任后,是否会做好做满,柯文哲的回应却耐人寻味,仅说尽量做满,最后还加了一句试试难料。 对于柯的回应,绿美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表示,柯的回答所显现的是他参选2020几率越来越大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麻烦大了。 柯文哲台湾中时电子报吴子佳于政论节目年代向前看中表示,以前柯妈妈说,如果对我们好我们不会对不起蔡英文之类的话语,也就是如果台北选诈民进党里让柯文哲的话,柯可能不会选2020。 当时柯妈妈是有很明确的态度,但是柯文哲于17日,在市议会第一次表态事实难预料,这就表示柯不排除参选2020的可能性。 美丽岛民调显示,现在蔡英文的民调,维持在30%左右,是调车尾的状态,而柯文哲有50%的支持率,2020竞选组合可能有两组至三组,也就是蓝绿搭配白色的竞选组合,是很有可能出现的。 而蓝营推派朱立伦的几率较高,朱的民调约40%左右,资料图片,蔡英文与柯文哲,台湾中时电子报吴子佳表示,蔡英文民调至今维持在低档的30%,始终无法拉抬上去,这是蔡英文最大的问题,而柯文哲维持在高档50%左右,这趋势已维持大约一年的时间,也就是说,如果2020选举 一直维持这种三强鼎立的态势,将对蔡英文选情非常不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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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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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